Hello 各位親愛的朋友 今天是CNPTLV的梓葉 我看了去年10月的韓場 但現在來到香港場 所以我很想知道跟韓國有什麼不同 雖然我現在不太滿意鄭先生的髮型 他的髮型完全不是我的菜 但他的歌是我的菜 但來到這個位置 我想大家應該如果是BOYS的話 其中一個小小感觸的位置就是 他們以前是開Arena 現在今天Arena送給Shiny 所以就好了 我聽見了 果然這條片跟韓場的一條是一樣的 你看他們的手是有動的 頗無能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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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是 CNPTLV 好 好 好 我來想要做 大家很開心 江青勇滑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金芬 大家好 我是李靖芬 DMV 拍攝熱騷 終於看完 concert 但我覺得這次其實有點危險 首先我們坐在大平地 大平地的時候很多時候都看不到 所以我看到一半之後 其實頸頸已經很痛 痛到我忍不住要坐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現身過 所以才敢地怎樣 但我有個朋友 他坐在再前一點的位置 然後他完演唱完 我去見面的時候 他的手被我摸了 所以我覺得有點誇張 大家熱情歸熱情 但安全真的很重要 還有他演唱會中間 有一件比較特別的事 就是有很多人一直 叫他們坐下 然後搞到 鄭榮華要出聲 叫大家回到自己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頗困難 所以大家 每個人都有一張票 為何不回到自己的位置 或者可能有些人看不到 或者我們平時的習慣 就是看CMV很多時候都是站起來 但是未至於要離開自己的位置 至於去到人類大千輩 還有他們也看得出很開心 雖然我們去了後門那裡 直接跑去後門 所以真的去到最後最後的朋友 應該也有看到他本人的真身 這個我覺得是幾件事 很開心的 而我自己覺得這次的唱會 和我高得很高 很感謝N Call 就沒有那麼多 懷疑是因為有 歡送這類型的活動 要進行 所以就沒有得好像之前 有這麼多的N Call 但都開心 因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回憶 還有我覺得有一個不同的位置 就是他們的舞台 和不同的位置 就是LED的尺寸 很不同 所以變成了 畫面和配合上 其實也有很多 我覺得就是 不知道是否只是用我 嚇傷了一些 這次的LED又壞了 在中間的時候 因為還了 所以有多了一些所謂的GMI時間 也有很多不同的互動位置 所以如果是粉絲的話 都應該會很開心 但是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發覺到 CMO的粉絲 真的有老年化的取世 我們都已經從讀書 去到現在本業出來工作 但是沒有什麼 新的妹妹粉絲 又雲觀回其他的藝術 可能他們都會有很多新的粉絲 所以他們都還會有些妹豬 在裡面 但這裡是沒有的 已經開始感覺到 大家就是和他們一起長大 一起成長 所以就 像他們所說的 都是 要一起 Stay down forever 之後 和那個MIDA一起 對 希望他們快點再來香港 像他們所說 但之後就會開國外場 我們有機會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